新北市三重的神龙百草公园 在今年4月底正式的启用 但是呢 才一个半月的时间 有不少家长反映说 这个溜滑梯是有安全上的疑虑 因为缓冲区太短 再加上斜波陡峭 小朋友的速度太快 一不少行就飞出去 摔到地面上是非常的危险 而鞠躬所接获了消息 出面澄清表示 溜滑梯设施安全是经过检验的 但是后续会再请新公主改善 避免类似状况再次发生 带着小朋友到公园玩 没想到这溜滑梯却有安全隐忧 不只有家长为了接住小孩而擦伤 还有小朋友在爬楼梯时 摔倒撞到牙齿流血 不少家长上脸书社团 控诉这公园太危险 而这地点就在新北三重的 神龙百草公园 今年1月刚完工 4月底启用 没想到短短一个半月 就有不少人受伤 叫抖嘛 然后直接冲下来的时候 就没有黄冲 然后直接冲出去 比较危险 这样讲我就不会带下去了 现在溜滑梯太危险 一滑 小孩子可能就飞出去 然后就往后仰 就会撞到头部 就怕会受伤 小朋友也只能玩玩其他设施 因为仔细看 这溜滑梯坡度鞋速度比较快 而下方这缓冲区只有短短一小块 还呈现阶梯状 小朋友一溜恐怕都会直接摔落地面 这个工程完成之后 经过CNS的检测合格 我们不能期待每一个人 看到这样的一个实用规范 新冲处已经有设计了几个方案 打印作为这条件 旭公所强调设施都有通过检验符合规定 不过民众使用上有安全疑虑 也马上封闭溜滑梯 并通报要求改善 要避免类似受伤的意外再发生 记得盘文玉湖的NC北报道